字幕志愿者 杜茜 杜茜 用包遊覽車的方式之外 他們還可能會走到 離正門口一兩百公尺的 郵局空地外 等著搭計程車 還有小部分的軍人 會選擇搭公車 博光軍銷路這一條 分支出去的 就有多達14條路線 不管他們搭什麼交通工具 最後都可能集中來到這裡 因為這邊有高鐵 旁邊有台鐵 而再往這邊走 就是捷運的通道 三田夠夠成了最大隱憂 三田共共七百多名官兵 最可能就從高雄左營區 往外擴散至全台灣 確然大家司機都會緊張 超乎打開 打下來 他們那個 口罩戴著酒精也備好 隨時消毒 迎去往返左營站的排班小航司機 仍然繃緊神經 通通疫調造冊 七百多人足跡怎麼追 CDC已經先針對這744人 可能接觸的親友 發出第二波類細胞簡訊 將近三千封訊息 意味著擴散範圍可能更多 大眾運輸工具 包括公車 捷運站外 全面消毒 旅長有人在反應 就是因為有六天的時間 在附近的小吃店 甚至統一超商 然後就是吃吃喝喝聊天 甚至沒有戴口罩 不只軍官休假趴趴趴走的隱憂 更傳出數日有部分人 搭遊覽車回桃園 中途停靠幾個休息站 受影響的地點層面 就怕會如滾雪球般 三立宣 黃大衛 內部鄉 高雄報導